古人怎么刷牙 想象一下 如果古人不刷牙 传承我来了 古人在天亮经历 就会下游漱口 常用碾水漱口 此外还用茶水 酒平凡等漱口 老婆 我真的没喝酒 古人也用牙签 三国动物时 就已出现精致小羊枝 老婆 今天这肉 有点塞牙呀 随堂时流行 开牙法 把羊柳枝一头摇软 然后蘸药粉刷牙 是不是很眼熟 观音菩萨就是 左手持精品 右手持柳枝 这是佛教修行的真实写照 纯嚼香木 口树清水 如果没有羊柳枝 也可以用手指代替 但刷牙真正流行 还要到素材 因为刷牙子不问世了 搭配牙粉使用 非常方便 后来还发明了牙香筹 把香料和药材互格 在模具里 压成牙刷的形状 装进袋子挂在腰上 使用时放进嘴里 刷洗漱口 咯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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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旅行必备好物 现在流行送包包 化妆品巧克力 如果在古代 送了刷牙工具给女孩 肯定倍儿有妙 你是暗示我口臭吗 我是钟小绿 又是蚕食的一天哦